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見,我是林志棠 現在先和大家報一報內地和保育股市中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方面偏遠一點 滬深300指數中收市跌8.3120點 上證中指方面中收報2570點,跌6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34點,中收報7496點 創業板指數方面跌9點,1283點 港股方面亦沒有明顯方向 恆指最終中收市升到41點25855點 國企指數跌19點10211點 大市半日成交276億多 這個環節請來Samuel和我們聊聊 Samuel你好 Hello 志棠 先說一下大市 現在看到半日的成交已經恩道不得了 大家都是觀望著今晚聯署局議息 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 後市是否要等這兩個會議開完才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還是假期之前預計成交會比較疲弱一點呢 其實剛才你兩個提到的因素都有可能出現 因為主要第一,其實大市都比較悶一點 你本年三百億成交都不是很足夠 昨晚美聯署的議息會議就已經開始了 但是雖然現在都有六成幾個機會率 就說今年會加息一次 但是其實看到你去到明年2019年 加息多少次都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分歧在這裏 我們看到那個機率 譬如是加二次、三次或者四次 這幾個機率其實都是相等的 變成你的市場對於這個情況來說 都看法比較有些分歧 所以都要等會議出來的結果之後才知道 另外有些重磅的消息都是同樣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譬如是今年內另外一個重磅的中國消息 都是為下一年的中國經濟工作會立一些定位 主要其實會看回市場都是會預計 用一個穩的情況來看一個大市 因為中國現在主要的方向 譬如是找經濟、金融、預期的情況出現 預期這方面的內容就不會有什麼很大的突破 但是你說之前會不會有一些放鬆調控 或者輕微刺激的樓市 或者這些金融經濟的工作都有機會發生 但是目前來說都要等下午 看看市場會不會有更多消息出來支持才會知道 有些周邊新聞都有講到的 昨晚彭博財長老母音就提到 未來一月美國和中國都會有機會進行新一輪的貿易談判 但是這一個消息 我們看到今天港股其實都不是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我相信投資者本身都應該是學精了 比如好像之前你說 第一次集特會談好了的時候 不久就已經彈出華為的這些消息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這次投資者 你說知道可能接下來一月再談一次 期望應該都不會太大 可能主要都是抱一些沽網的態度為主 暫時都不希望有什麼太大的變動或者方向 再者同樣也是臨近聖誕節 相信投資者的入市意欲 或者是那個信心都比較低一些 或者你見到那些VIX指數抽升、金價支持 或者是美國十年期的國際 曾經跌破過2.8%這些位置 都反映到投資者本身的信心不是很足夠 所以我相信市底都會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都會比較弱一點 看回港股的圖方面 現在恆指暫時短期內 都算是修補之前25,700點 那個高開的列口那些位置 之後都算是昨天見到少許的支持 但是今天你見到市場 其實波動性都不是很大 都算是比較弱一點 我預計在沒有一些新的刺激消息出來之前 都會先橫向一段時間 主要都要看看今天下午或者未來這個星期 剛才說過的兩個重磅的會議 會不會有什麼更多的消息出來 去刺激其他板塊 好啊 在悶市之下都有些股份值得大家留意的 不如說一下油股或者油價的走勢 因為昨晚看到國際油價急射 南約期油跌成7%下來 現在大家都擔心原油供應過剩的問題 看到油價自從大約紅市以來都跌了很多 要跌到什麼地步才叫做見底 短線有沒有能彈一下 今天看到石油石化股 昨晚油價的跌勢相對是硬硬一點 跌幅大約2%至3% 油股的情況有怎樣看 油股方面主要是收入兩方面的壓力 供應和需求方面都有壓力 主要在供應方面 我們看到美國原油的庫存 都有一些多過預期的產量 和一些庫存出現的情況 這個原油過剩會令到油價下跌 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另外需求方面 2019年經濟開始踏入一個 半和或者是有機會最壞的情況出現衰退的情況 很多的分析或者一些報告都指 原油的需求也一定會跟隨大市下降 所以這兩方面的夾擊之下 油價其實現在再插了一段時間 我相信看到也比較弱勢一點 油股方面 譬如你講對油價比較敏感的中海油 之前受到追捧 主要都是因為油價利好 以及美元的強勢 但是你見到它今天零射插得多一點 主要是因為油價回多一點 以及之前也曾經的市場有憧憬 過中美貿易戰可能有得談的時候 人民幣會不會回彈一點 從而令到有機會 中海有自己的成本的控制 沒有與其中那麼好 因為它自己的成本是用人民幣來計價 如果人民幣回升的話 其實對中海油來說會比較不利 對於中石化方面的股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的原油價格對它來說 其實有某部分是一些成本來的 如果你的原油下降的話 其實對它來說會有少許利好支持 還有它對於油價的彈性相對來說會比較高一點 嗯 短期來說我覺得油價跌了這麼多下來 其實不排除真的會彈一點 因為之前去到60元來說 這些支持位都是俄羅斯 或者油產國去關注的油價支持位來的 如果跌穿了60元這些支持重要的位置 其實不排除你說油產國開始覺得有點不滿意 或者它們之前增產的力度比較多了 不排除它們自己再次做一些減產的動作 去推翻油價上來 夾一陣都不奇怪的 對於海油或者一些油股來說 我覺得就不需要看得這麼悲觀 不排除它們跌了一個大利口之後 會有少許的反彈出現 除了說石油石化股之外 也想說一些內房股 今天也有一些消息 就說大陸有些政策開始似乎是鬆綁的 在山東省河澤市取消一個限售的政策 我們看到在這個消息底下 今天內房股也彈了一點 中海外升大約百分之一 華人置地升大約百分之二 龍頭那兩隻 看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今天會展開 大家都衝敬一些政策的鬆綁 無論是銀根方面 還是一些貨幣政策、財政政策 都可能會有一些放鬆的情況 一些內房股攬 會不會接下來可以彈一彈 炒花浸上去 我覺得都有機會 因為始終這個消息 對於市場反應來說是挺大的 始終這次是之前調控以來那麼久 第一次有一個城市傳出一些消息 就是要取消這些扣住房限制 或者一些轉讓限制 代表取消限售來說 投資者或者持住那棟樓的人 就不用去炸那棟樓那麼久 不需要兩至三年 就有機會可以做到一些轉讓 其實對於樓市來說 是比較提供一些流動性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你說今次這個城市 只是一些三四線 比較低一點的城市 會不會這些措施 只是在這個城市那裡出現呢 其實都有少少需要相確的地方 因為當局 譬如山東省的政府 其實現在都仍然在研究 究竟為什麼這個城市 自己會出了這個政策出來呢 變成大家都不太肯定 這個政策會不會去推行到全國 或者是大家重視的一二線城市當中 因為始終現在一二線城市的樓價 仍然是保持肆熱 我們看到樓價仍然是有上升的趨勢 那麼這些措施會不會推行到全國呢 那就真的要看回當局 自己會不會肯定說有這些措施出現 這樣才知道的 但是你說有沒有得炒 這個放鬆調控的措施呢 我覺得都有少少表徵可以看到的 譬如我們之前一向都在看的 手套房的房貸利率 現在暫時停了在5.71% 比起上個月來講是持平的 比較意外 因為其實這個數據 由2017年開始 每個月都在攀升 但是就由今11月開始就突然之間停了 那會不會是一些放鬆調控的表徵呢 亦都是有少少機會的 同時我們都看到其他銀行 亦都是某些城市裏面 放鬆那些房貸的利率 希望刺激樓市 所以我覺得市場 有少少興奮的情況都不出奇的 但是也要看回剛才說到 這些政策 會不會只是在一些低三線的城市那裡出現 就為了支持當地政府的財政呢 是不出奇的 所以具體來說 都是看回當地會不會有政策 或者是一些文明寫出來會比較好些 應該下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都會開始陸陸續續有些消息出 大家可以留意 還有看看市場 會不會成交可以多一點 或者市場有大一點的升幅 這次都跟Sammy談到這裡 Sammy有沒有持有上述題的部分 沒有持有的 謝謝Sammy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 我們稍後再見